我们上辈子也学佛了 也修行了 也念佛了 也在佛前发愿 说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到青田来了 那是怎么回事呢 说不清楚了 其实心知肚明 怎么回事呢 因为牵挂某个人 因为舍不得某件事 所以虽然念佛 虽然修行 其他的都做得很好 古大德用的比喻啊 就像这个船啊 这个船是完整的 他没有毛病 发动机 动力十足 以前是滑江啊 现在都是发动机啊 马达发足了 准备到彼岸去 天前加油 天前加油 但是船一直没走过 一分一寸 油啊 那倒是烧了不少 那是怎么回事呢 诸位 难道我们现在的情况 不是这样吗 那是怎么回事呢 扭头一看 原来那个揽绳没放下 还栓在岸上 那你随便怎么加油 这船只会震动 而不会前行 震动是什么呢 声势浩大 说开船了 到彼岸去了 但事实上 一步也没走出去 虚张声势而已 一个缰绳就足以拉住了 何况可能还不止一根绳 如何到得了彼岸呢 这就是上辈子念佛 没往生的原因 那个神估计现在还在 自己找一找 如果能把它解开 这辈子就轻松到彼岸了 如果还是解不开 有人说我都没看到 有可能藏在水底啊 你这加油 它跑不动 一定是有东西拉着 还不清楚吗 有绳子在拉着 那个绳子就是我们所说的牵挂 放舍不下 人或者是 聂佛同修 注意检查一下 回家检查一下自己的船 有没有这个情况啊 我们上辈子就是这样 所以这辈子又跑到这里了 记住了 我们上辈子就是没去得了 这辈子又来了 你说怎么知道呢 怎么不知道呢 你怎么不知道 上辈子不是这样的 其实很明显 从大家遇到佛法之后的表现 就看出来了 遇到佛法 能很快升起信心 听到阿弥陀佛 能脱口而出 听说极乐世界 哇好嚮往啊 想不想去另外一回事呢 这就是我们过去修行的习惯 流传下来的 还有人说 我听到阿弥陀佛会哭啊 哭得稀里糊涂的 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莫名其妙哭啊 那怎么回事啊 那也很正常 上辈子船没滑走 现在才知道原因 哭啊 空过了一世 皆由前世 乘坐佛道 《无量寿经》后面有书啊 这都是过去修行人来的 我听说 谢谢观看